星辰6点多 许小姐行驶在国道3号募集恐怖车祸 在她右侧一辆轿车高速行驶 却没发现前方货车没辆车灯 超车后猛力撞击 画面中看到车体零件当场喷飞 许小姐募集整个车祸过程 自己车子还撵过好几个桶子 她马上停靠路间下车拍照搜证 看到的是满地猪汁 满地的猪汁 大猪小猪都死掉了 因为我是第一个看到 全车记录器也有拍到 车祸发生在今年元旦 国道3号逐田段 许小姐说货车驾驶因此喷飞死亡 她帮忙报警协助做笔录 提供了行车记录器 三个月后居然收到一张罚单 写明许小姐是当事人 所以一起罚 笔录上面就是把我列为当事人 废弃物清理管理处 她就寄单子来 需要我缴一万两千块 明明就跟在肇事的车辆后方 行驶单内侧车道差点被波及 车主许小姐主动提供行车记录器 让国道远景离清车货原因 却因为笔录上被列为当事人 就要一起开罚 高工局表示许小姐能够针对韩文来做申诉 但是主动帮忙收到一万两千元的罚单 还要民众自己善后 也难怪许小姐火大觉得处理单位 没搞清楚状况实在有够扰民 记者当春晚的机会评论报道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好 这一台旺旺旺旺旺旺